特选新闻一天吃午餐也能瘦,小风暴一个月甩肉4.5 公斤旧情人在同台式演员们很难回避,既尴尬又不得 不拿出专业素养面对的课题,演技精湛,人气超旺的周润 八,从在香港演电视剧走红再跳上大荧幕,搭档过的女星 为数众多,自然也碰过和旧爱在合作的情形,她虽然没有 顾虑,女主角却曾经打退堂鼓,想不到克服一切波折终于 顺利杀青,又因为导演的立场问题,差点在台湾永不见天 日,在华人文学世界中,张爱玲是粉丝无数,备受推崇 有如传奇一般的剧情作家,最有名的几篇作品先后被搬上 大一幕,第一部就是香港少士拍摄的《倾城之恋》,此部 是描述婚姻失败,回到娘家的白刘苏,在亲戚间备受冷嘲 某,某天前夫的亲戚想帮她的妻妹作媒,她前往当陪客 竟因此认识风流不羁的黄金单身和范柳元,白刘苏奋力 异博,为自己的后半生谋出路,不与范柳元玩起爱情游戏 却没有任何迎面,面看又是白忙一场,两人突然被困在日 军工县的香港,竟然卸下了彼此的心房,真的成为一对 香港亲戚近似为了成全她的爱情,当年香港众演员之中 具有193、40年代气质且演技能够升任的并不多,少 是将这改编自知名女作家的小说电影之重任交到最富盛名 本女导演许安华手中,而许安华心目里最合适的白刘苏宇 范柳元的分别是妙千人与周润发,妙千人在上海出生 家境又优越,在香港念美国学校又曾经到瑞士留学,回到 香港后参加了香港小姐选拔,得到最上镜小姐 虽然并非名列前茅,却也同样得到TVB的青睐,安排在 播出剧集中演出,其中一出狂潮,长度超过百集,容 和欧美肥皂剧语言情小说的《山情》,狗血风格,引发热烈的 收视话题,周润发已该剧成了香港首位百集长巨男主角 迅速登上TVB王牌小生之一,更与女主角妙千人架戏珍 作,展开交往,发哥曾坦言妙千人是个很好的女孩,她也 是她在演艺圈的初恋,不料经济状况更宽裕的前辈谢贤从 旁杀出,花得起大钱宠家人,又更熟悉女性的心理,发哥 为情场败将,与妙千人的一段情话下句点,之后她坦诚 自己追求女性的能力不及谢贤,也曾传妙千人跟她聊一堆 文学或是经典,她入行前读书不多,根本搭不上话,久而 久之也就没办法再维持热恋的感觉,妙千人曾两度来抬拍 戏,曾是颇受欢迎的气质女性,无,暴戏资料照片虽然 之外周润发和妙千人已分手收场,荧幕上两人搭配就是受 到观众喜爱,TVB只有继续加码安排她们合作,于是在 为两人规划了一出新的长剧网中人,该剧原本第一女 主角是妙千人扮演的富商情妇,第二女主角是郑玉玲演的 富佳女,两人与男主角周润发发展成三角关系,周润发虽 然被郑玉玲痴心迷恋,却对妙千人更有感觉,不料此时的 妙千人,身旁护花食者已不是谢贤,成了香港第三家免费 商营电视台的投资者之一,恒生银行创办人之子林秀峰 对于网中人的角色设计与情节有点感冒,总觉得在隐 设自己,她才登场八级后就借口健康状况不加退出,羽玲 秀峰到了美国,外界盛传她为爱此眼,网中人的 编导只好赶快扶正郑玉玲,意外使得观众变心支持周润发 本新配队,郑玉玲也成了TVB的当家花旦之一,日后成 公票上大一幕,发展比妙千人更好,当初各方都始料未及 周润发扮演风流不羁的范柳元,图,翻摄自客 被捕获妙千人与林秀峰的恋情也没圆满,与TVB 又关系生变,速成她之后专心在电影圈发展,此时的周润 发矣是TVB气势如日中天的当家小生,感情生活也多彩 郭兹,传出为陈玉玲自杀未遂后,又何与安安闪电结婚 离婚,到了再度携手妙千人,拍摄《青城之恋》时,已经 来自新加坡,日后成为发扫的陈慧玲走得很近,妙千 人在《青城之恋》的细分比周润发更重,是全片灵魂人物 她把白流苏的表面受欺,脆弱实则心机深沉也有自己的 盘算,演成了文雅,雀怒的小女人,张爱玲的书迷对她的 演出是否成功,始终有很多争论,周润发与余安安曾闪电 结婚又离婚,图,报戏资料照片少是由于台湾江黄春明 白仙勇,廖婚英等人的小说拍成电影后叫好叫作《掀起》 一片热潮,才冻念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对于《青城之恋》 寄予厚望,砸下重金在浅水湾搭建了半岛酒店的场景,整 图片的图景,美术,摄影都极为要求,看得出大手笔,无 奈香港观众对于怀旧又含蓄的风格无法接受,卖坐并不理 想,只能期待台湾观众捧场,偏偏许安华自己引爆最大的 危机,让骗子被卡着无法顺利上映,妙千人在《青城之恋》 演出了白流苏外表的脆弱可怜,却没将内在的心机演得 透彻,胡,摘自克梅莫里周润发扮演风流不羁的范柳元,胡,翻设自YouTube原来他之前赴海 南岛拍头奔怒海,触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讳,行管轻 《城之恋》的内容没有问题,却因为许安华的身份问题 变成烫手山芋,少士也只有面对现实,先把骗子藏在片 库中,台湾迟迟不得上映,许安华曾经很乐意到台湾来表 逆场,解开这个结,不料问题没彻底解决,又跑去大陆 拍书建恩仇录,让《青城之恋》继续在邵氏片库中部 见天日,终于,邵氏在台湾的分公司结束排片,发行的夜 五,之前未能上映的作品都卖给其他电影公司代为安排台 上映事宜,加上解言,开放大陆探亲后,前往大陆取景 的影片都能够适度开放,许安华的状况也就不再那么非同 小可乐,台湾观众比香港晚了快四年,总算能够再大一幕 上看到这部片,翻设自民国七七年民生报有意思的是 原先在香港上映的粤语版之中,流手由汪明泉演唱的歌曲 在国语版改成没有人声的配乐,而台湾发行《青城之恋》 在影片公司决定和唱片公司结合,把叶欢演唱的人声 《如梦》放进国语版中,偏偏少是原来的国语配音版也没有 《人生如梦》这首歌,在台上映的拷贝有一些并没有将 《人生如梦》加进来,成为从头到尾听不到有人唱电影歌曲 但影片,可是电影公司显然送去角逐金马奖的拷贝室友 《人生如梦》的版本,因此这首歌入为了最佳原创歌曲奖 造成了一种丹尬,因这片子的原创歌曲明明是汪明泉演唱 的那首粤语歌,《人生如梦》就算在怀旧,动听,并非为 片子所特别打造,且很多人在戏院里是没听到这首歌的 那一年的金马奖入为名单,《星成之恋》入为八项,与 之后得到多项大奖的七小福声势相当,但许安华却步 是以《星成之恋》提名最佳导演奖,而是以同年另外一部 在台湾上映的《今夜星光灿烂》入围,外界感到莫名其妙 许安华两部片子的女主角,《今夜星光灿烂》临青霞城 《乐宜珠》,《《星成之恋》妙千人却被提名,但当年大家最叹 好,其实最望的是月亮星星太阳郑玉玲,妙千人 不但无意间刺激了郑玉玲的心运,又与她竞逐金马奖影后 真是比电影情节还要让人难料,在颁奖典礼上,夜欢胜 装上台演唱《人生如梦》,让人感受到旧时代的优雅今 马奖评审却把最佳原创歌曲颁给了《黄色故事》中游王杰 演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避开了可能的争议《妙千人》 则如预期成了郑玉玲的手下败将,归彼此在演艺圈的连结 写下奇妙的结局,夜欢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演唱《人生如》 孟图,报戏资料照片周润发金马奖夜欢